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寿三规 四规都一样 规佛进来就是就近 进行寿的规佛 规法规生 如果能这样 规佛不剁地狱 规佛就规自信觉 规自信佛 当你做事情违背自信 五戒前面四条是信戒 违背自信 常常说谎 有没有违背自信佛 自信佛会说妄语 常常说谎的 违背自信佛 会躲地狱 所以没有违背自信佛 就是规余佛 我随顺佛 我依止佛了 不躲地狱 地狱没有你的分 规法也一样 你自己想法很多 你自己的人生理念 邪知邪见一大堆 但是佛法出来了 随顺佛法 这叫皈依法 对不对 已经佛法在眼前 你都学到佛法 还讲自己那一套 没有皈依法 你会多恶鬼 对不对 反过来 我自己邪知邪见那一套 放下 远离舍弃 我皈依佛法 随顺佛法 不多恶鬼 恶鬼到没有你的分 那你看我们人道众生 多恶鬼到多不多 非常多 七八十以上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死了都多鬼到 为什么 自己想法很重 自己的想法 不是佛的正知正介 那是凡夫的意识心 凡夫的分别妄念 支持凡夫意识心分别妄念的 必多恶趣 所以佛传三归一旧我们 归一法 归一佛法 随是佛法 安住佛法 所以说 躲在佛法中 对不对 安住接向里 然后呢 归一生 不躲畜生 你看这个 归一清净的人 他当然会得胜善趣 我们这个是 无欲凡夫 生死凡夫 常常 遇到很多染拙 诸欲圆境 不懂得去遮止防护 防护 自己不犯失 所以导致了 很多染拙的圆境 我们都去造作 都去违反了 特别我跟大家讲 对自己 有贪嗔痴 自己 全心全意的修学佛法 来调伏 我们讲过 一切的教法 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调伏自信 享福自信的烦恼 你学所有的教法 都是一样 显密 一切教法 大法 小法 长的法 短的法 通通都为了调伏自信 享福自己的烦恼 当你自己的贪嗔痴 但是没有调伏之前 你不要对自己 对别人贪嗔痴 尤其不要对自己的亲人贪嗔痴 对自己的 对别人贪嗔痴 很多人到现在还听不懂 很容易 你比如说 你这条主席听 为什么 你如果有这样 就不是归医生 不是归医生 你很容易多出生 你比如说男女在交往 你是不是就开始对他动 发用谈诚痴 你看你长得好不好看 是不是我的菜 对不对 这身材好 皮肤不错 她很年轻 我家里有点钱 你有存款吗 有 这女人呆呆的很好骗 对不对 如果把她找来当女朋友 当小老婆 我有什么好处 帮我做生意 帮我看店 帮我开车 帮我当司机 我有这个欲望 去找找她 可以中欲一下 对人家用贪心 对不对 或对人用嗔恨心 对人家不从 凶她 用很多的这种伎俩 用很多的威势 逼人的就范 或者就是软硬兼施 让人家来配合你 对人家用这种称慧 还有吃是什么 就是你不跟人家讲真话 你用自己的斜肢斜剑 去洗人家脑 你只要对亲友周围的人 用贪嗔痴 你就没有归一生 会多畜生 会四脚落地 背脊朝天 身上长帽 那可不就麻烦大 所以我得讲 你自己不要发用贪嗔痴 在自己调伏自己的烦恼之前 不要对自己的周围的人 发用贪嗔痴 你对周围的人发用贪嗔痴 习惯了 你以后很难收山 你以后很难去处理这些事情 未来招感的缘禁 别人也要用贪嗔痴对你 而且更加的剧烈 更加的无情 你如何看受呢 今天你有钱 今天你有权势 今天你头脑好 有智慧 有变才 身体比较强壮 得到很多的机会 改天你可能会失去 这一些优势 可能转移到别人身上 当你弱势的时候 别人也对你用贪嗔痴呢 你情何以看 到时候你就会怨天尤人 你说为什么众生 大家都这样对我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逆境 那不是你自己做来的吗 你自己过去前生照做来的吗 所以你今天有这些违缘逆境 有这些委屈 有这些吃亏 有这些受苦 所以佛教我们怎么样 平等心立众生 慈悲立众生 清净心对待众生 对众生的就是忍辱 如果你能这样子 用佛教我们的 慈悲 清净 平等 这样子来对 在家里对同修 对任何人 甚至你在弘法的时候 你会广结善缘 你到哪里都被人家尊重 欢迎 人家本来要对你做贪嗔痴的 要对你发用贪嗔痴 不忍心 你反而把它潜移默化 他不对你贪嗔痴的 反而你转了这些人的境 当然你也创造了自己的人间净土 你看我找我的亲戚 找我的朋友跟同修在一起 大家都是在调伏之心的 大家都不搞贪嗔痴的 大家都真诚以待谦卑待人 我自己怎么样 舒服啊 过瘾啊 快乐啊 我创造我自己的人间净土 你如果对别人都这样 你自己是不是一生 也在人生净土里享受呢 你看看 多好的人生境界 至高的意义价值 为什么你不创造 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的心灵环保 净化自心 调伏自心开始 你就是在创造自己的人间净土 一切外境会随心所转 谁受用 自己受用 你如果用贪嗔痴对人 别人也贪嗔痴 更剧烈对你 你在地狱中 在恶鬼中 在畜生道中 谁受用啊 你自己兜着走 是不是 你自己在三恶道的境界过日子 好 那么再来要下一个次第 要宣讲持戒的戒相 持戒的戒相 持戒的戒相 要受戒的人 要问你 今天要持少分戒 就是杀生托盗 邪淫 饮酒妄语 不去做 你也可以做一条 两条 自己是任选两条 就少分持戒 三条四条戒 多分 五条全受 就是满分 满分的五戒居士 或者居士女 再加一个犯行 终生 连阵营都没有了 然后犯行幽婆色 犯行幽婆衣 当然更殊胜 我们会共的时候 送戒 为什么第六条 不送 为什么呢 居士道场 大部分人都是居士 有受这个戒的人 就没送在心 自己去巩固庄严 弟子某某 精行受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音 不饮酒 不妄语 第六条 就是泛行清净 对不对 自己送在心 巩固强化 第二条 减少受障 受障碍 你再常常跟人家讲 我受泛行 护乏空行 加持护佑 三宝加持 诸佛欢喜 但是鬼神魔障 有的时候会嫉妒 对不对 又是这个 吸睛鬼在身上的 情欲鬼 淫欲鬼在身边的 他也来共修 他看到你犯行 又觉得你意志很薄弱 他找你麻烦 人也一样 不是鬼神的 这样而已 人也一样 他看到 我这个小姐 年轻漂亮 就犯行 我这个帅哥 高富帅 他就犯行 我等一下来 跟他加个赖 换个名片 对不对 你马上会接受考验 所以在道场 我们有清修的人 几乎不成文的规定 不会一直去讲他 不让他浮出台面 为什么 要让他遮风避雨过一生 躲在佛法中 安住戒相里 所以很多人 他默默行持 你不知道 但是也没什么好遮掩的 原因我刚才已经讲了 对不对 也没什么好遮掩的 我就希望我修得长久顺遂 不希望这些逆缘 魔考太重 但是 一高人胆大的 也是有 你看那个以前 七真修行师 七真人 在这个马丹阳 其中一个 孙不二 他们是两夫妻 马丹阳立志修真 把他的家产变卖 离请了一位 真人 来他们家 讲圣道 找了很多人 免费 吃住 教学 供养师方 你看这样的大布施人 我学中医的 针灸 刺灸心法 里面都有 马丹阳二十四 精外齐穴 马丹阳真人 精通一理 我都还读过 他的 他的这个 刺灸心法 所以 这个马丹阳真人 他的太太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 叫孙不二 两夫妻一起修真 离请了 另外一位真人来教他 就是学道 马丹阳 办了这么多的 这些善事 变卖家产 然后就是 供养师方 这样子来 修道 不如他太太修得好 他太太经过 他们老师点化以后 离家 躲在乞丐堆里修行 因为太漂亮 怕被强奸 煮了油锅 泼水下去 用脸去靠近 把自己脸溅烂 躲到乞丐堆里修行 他先升马丹阳的 道学班 一个人都没有成就 孙不二 他太太先飞升 你看 修行的那种 决定心和勇猛心 那种触发性 他会奠定一个人成就的 结果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